早晨好 我们今天上午出来遛狗 早晨太阳也很厉害 所以我们走在平凉的地方 走开开 这两天遛卡子的任务又变成我的了 是不是卡子 不过在这后边还是比较好遛的 中午了我们叫了外卖 今天我爸妈都不在 叫了平三仙 老铜冠肉夹馍 实际上还挺不错的 中午休息了一下睡了一觉 醒来之后呢 再来家里喝点茶吧 喝一下这个薄荷糖 然后等会出去 因为今天天气外边并不是很热 我现在已经慢慢的找到这个 看这个茶应该用多少克来泡比较好一些 其实用盖碗呢 用5克左右是刚刚好的 5克到6克之间 3.5克 6.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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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用盖碗泡呢好处是你可以看到茶汤的颜色 用胡泡呢 要适合这个有年份的 要适合这个有年份的 这种茶 这片薄荷糖其实 已经打开了我们就把它 慢慢的一点一点喝掉 要出去溜达一圈 今天是阴天 天气刚刚好 不能不热的 先套一下杯 再把茶叶 做几碗 一碗杯 碗碗 这个就当我们香杯用 鼻炎真的是太痛苦了 玩不到味道 一会儿耳朵撕 鼻炎就开始了 这个茶还可以没什么沫子 用盖碗泡茶 它不会有其他的味道 不会有什么鞋味 哎 不错 家里稍微待会儿 然后我们去 外边去逛一圈 孩子 我看最近不太舒服 我们试了一下 6克对这个碗来说 好像还有点多 所以少倒点水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有点点 啊 趁好在这喝喝茶 我们看看评论 嗯 这个茶从来都没让人失望过 而且用盖碗泡我觉得比用那个湖泡味道要好得多 出去逛一圈然后去拿点东西去 但是我们今天要骑摩托出去 不开车了因为今天外边天气太好了实在是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个防护高耗 哦我们要拿拍摄的东西 哎呦我们拍摄的东西在 惨了拍摄的东西在车上 嗯想想那我们先上车一趟 这次拍完我们直接把这个摄像头放车上 所以呢我们还要上车把摄像头安起来 其实我的第一视角拍摄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调整好角度把这个这样插进去 这都完事了 但是呢它的角度可能要稍稍往上一些 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第一视角拍摄 哎今天外边的风还挺大 真的让我有点风大没关系 好我们再拿上我们的360 完事走 又有几天没有动态了 哎这边的下面的灰是真的大 车衣我又往套上去了主要是 反正它这样子 这个书包带有点短 哎有点长 我们竟然把它往短放放 不然它骑车的时候很难受 胸包嘛背的成杜包了 特包 没有错 我们背的是杜包 然后我们通常这个360啊 只是很简单的拧到上面去 看这里边的视频啊 我们通常是不会倒出来的 大多是用来做这个行车记录仪 因为骑摩托嘛 这个行车记录仪也很重要 看手套 哎对我们先把 冰具 连上 要不然骑车一点乐趣也没有 听歌 好 冰具放开 手套是肯定得带 因为不知道 没手套的话这个手会很痛 没手套的话这个手会很痛 刚刚开始录像哈 不压弯不压弯 慢慢溜 好舒服啊 今天的天气又好然后又热 终于回到真正阿尔多斯的天气了 看我们去洗个车板去洗个摩托板 全是灰 哎呀 这蓝天天气真的好 而且一点都不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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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